2022年1月 吸香港的家书 2021年這麼快就過去了 你快樂嗎? 說回聖誕節吧 英國人真的很喜歡過聖誕節 家家糊糊把自己的廚窗裝飾得美靈美換 當然這些燈飾絕對不可以和尖東海旁的大型燈飾相提並論 但這些尋常百姓的燈飾是他自己一手一腳做出來 每個人都有特色 而且有時候開車去的時候 真的每個人都有些驚喜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這類小型製作 這個世界就是要少少這些不專業才好玩 太專業變成千篇一律 而且更可以發揮一下小朋友布置聖誕的創意 另外我住的區本來說25日會下雪 可惜最後只有半天三更 下得叮叮叮叮 最後還是過不了一個白色聖誕 明年希望在明天 有人說我說話和想話都很正面 只是我想給大家知道一個訊息 就是鼓勵取代埋怨 適應取代恐懼 不過你猜其實我真的來到英國真的事事順利嗎 就好像租樓為例 去年11月被我租到一間很近小朋友讀書的地方的新樓 即是全新的樓盤 無論環境和附近的配套都相當理想 最重要就是租金 一千磅都不用 足夠住四個人的三房 semi-detached 可以說滑滑有餘 由於是新樓盤的關係 所以室內的裝飾都是伸促促的 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用起的時候特別小心 牆上一眼釘都沒有 但是到了今年的11月 交樓給業主的時候 中介找了一間驗樓公司 它簡直是用放大鏡來看我房子的每一個細節 之前我還想著自己住的已經是十分鏡石的房子了 很多朋友來到我的房子之後 都說我們保持得好像新的一樣 但誰知都被它用放大鏡 找到二十多個所謂的有問題的地方 還罰了我230磅 換着以前的我,我一定會發困難 但是當我心裡想想 平均每個月都是20磅左右 而且當初有人肯租給我這些沒有金融歷史的人 已經是撿到了 再者,他沒有要求過我們一次過交了十二個月的租 所以最後我還是過了自己的心理關口 因為我也知道 就算我點同的理論 都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反正不是銀碼很大 不要影響自己的心情 但是當然,有一次我去舊屋拿信的時候 我都會再三叮囑新的租戶要格外小心 他都說未曾遇過業主會Clam租一下錢 所以大家來到英國的朋友 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一日要學習 We got to learn something Change your heart And change your heart It will astound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Change your heart Look around you Change your heart It will astound you I need your loving Like the sunshin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Bye-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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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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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